我說這個啦 能不能消費期一桌 三萬八四萬八克的也不是很多啦 尤其台中這個地方 你有身處六千塊 賺到多少錢人家 那叫賠償啦 料老大付六千訂金 取消餐廳備聚 起牆報警啊 網友兩拍論戰 沒有這個情緒三天 我跟祖禮說 你一包訂三天 衣服都穿好了啦 然後就要出門了 車要塞出來我就想說 我媽媽要用幾點了 我媽媽要用幾點了 我媽媽要用啊 不是你去用嗎 我說我媽媽也沒用啊 XX都沒用啦 結果他卡住的時候 我媽媽 我媽媽拆這裡買菜 因為買回去煮而已 料老大十號直播 透露磨清潔臨時取消餐廳 認為沒收訂金就好了 對方卻說不能取消 於是料老大在電話裡爆氣 迎來網友兩拍幾便 我第一次吃東西 人家預定不去吃 我第一次 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 大家要去到餐廳取消啦 對話就說 取消不行喔 沒有啦 你不能不來啦 我們食材都準備好了 我說這樣好 我沒有付你定金 我常去幫你募收啊 這很正常 我沒有付你定金 你募收不來啦 他說不是募收的問題啦 我募收6千塊 不夠食材的錢啦 說這個人要跟我說 我就不太開心啦 我沒有記住 現在要是要怎樣 沒有你募金啊 6千塊是你們公司的規定 對不對 你賣賣什麼關係 沒有你募金好了 我現在也有先來通廳 我沒有去過吃 已經快12點了 我希望我現在來通廳 你還可以做一桌人客 我也可以通廳 我聽到1.2點 跟你說就好了 但這有一個角度看法啦 第二是說 你差不去煮啊 你差不去煮啊 你食材在那裡是可以翻的 第二 6千塊是你自己說的 不是我給你出價 反正反正 如果你老爸 如果剛才這個問題 你說你收6千塊 那是不符合成本 要是客人如果沒有來吃 那是賣賣的 很簡單 你老爸可以 經常收這麼多的啊 你不可以中收2萬 收3萬嘛 但有網友認為 有規定定期業者 最高只能收預定總價20% 等於48000的餐點 最高只能收9600元 但餐廳只收了6千 應該是覺得沒人會突然取消吧 而收定金就是預防取消啊 不是預售客人都會如期而至 零食取消怎麼了 犯法了 還想道德綁架啊 也有人說 可能餐廳已經開始煮一些食物了 你願望也是在外面買菜啊 把買完的菜放冰箱不就好了 我就說要有機會教育 我說 這個公司 不會做人 這個老闆就說人 會做老闆就不會說一句話 不會說我賣賀 你沒有啦 你怎麼對 餐廳才會坐著跟他去逛 他跟他態度不好 為什麼就不會再去逛 我很投契我會跟這個人家說 沒關係啊 不好意思 你有事我就怪沒關係啦 你6千塊我不要幫你收啦 我不要幫你收啦 沒關係 我幫你保留起來啦 你如果有機會 我給他吃就好了 我6千塊去賭啦 他怕好好的跟他說 我在想你還想想想想 我們還要6千塊 在那裡 連到來吃飯啊 我後期我去消費3萬8 他才賺6千而已 一定不是啦 這個人家聽他能夠推 3萬8、4萬的套餐 我相信他也是會高級餐廳啦 說這個人 你能夠消費期一桌 3萬8、4萬的套餐廳 可能也不是很多啦 尤其台中這個地方 你有時候有6千塊 賺多少錢人家 那叫白錢啦 那個公司叫白錢 關鍵其實不是6千塊的問題 關鍵是處理事情的態度啦 公司做主要是3萬8、7萬的套餐廳 尤其是4萬4萬4000 也不是任何的那種 地種lar